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的名称可以认选没有关系 我们随便打几个都可以 它其实不影响你的 然后这里我们等待到它的加载 然后随机选一个 然后进行到一个部署 如果这边出现问题的话没关系 我们再重新输入一下 然后再重新指 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它不会影响你 我们来到这个终端服务器之后呢 可以把它之前的原文件进行一下删除 删除的话很简单 点击一下右击 点击永久删除就可以 这样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操作 具体的步骤的话 我们已经相对硬的给大家做好了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下 因为要将自己的服务器的环境变成root状态 所以我们先去拷贝一下这个命令 输入完成命令之后 点击下回车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从root环境开始部署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操作 因为我们是该tap内部的环境 不一样 这里点击一下拷贝 相对应的 我们进行一下输入 然后敲下回车 等待到它的一个加载 一定要等待它完成之后 我们再进行到接下来的操作 那么同样的话 复制下这一条命令 然后再次敲一下 回车 接下来就是安装依赖的环境和全节点 这个环节的话会比较的漫长 我们要耐心等待一下 安装完成之后 大概会需要耗时7分钟左右 我自己的电脑是7分钟 不代表你的电脑也跟我的时间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等待它全部都部署 安装完成之后才可以进行到接下来的操作 OK 我们节点是终于部署完成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按照这个流程继续往下走 首先也是复制到这一条命令 我这里都是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的 你跟着这个步骤到时候就直接可以做了 那么复制完成之后的话 它会再次出现到一个类似于桌面安装这种环节 我们选择到二 创建自己的钱包 因为我们刚刚完成的是一 安装依赖的环境和全节点 那么接下来是二 输入完成数字二之后 它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钱包 这是我们的钱包地址 这是我们钱包的助记词 你可以把你当前的这个钱包导入到你的 unisite的这一个钱包当中 没有关系 可以导入的 那么具体导入的方式的话 在这里有所体现 我们相对应的这个文档也会放置给大家 但是导入的unisite的地址的话 一定要对着 因为它们导入的默认格式的话是M86 那么实际上 它生成的钱包地址是M44 我们只需要导入的时候填写到M44的这个格式就可以了 OK 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环节当中 那目前的话你也可以看到 已经是来到2277s 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就可以不用做了 就直接放弃吧 就不要做了 然后这里相对应的输入完成自己 然后创建完成自己的钱包之后 再次的去输入一下相对应的命令 我们来根据这个教程来走 等待钱包创建完毕的时候 我们需要往前包充值等量的FB代币 并且要保持与区块高度是一致 如何辨别一致呢 我们输入完成这样一条命令 然后就可以看到它是否一致了 我们这边来copy一下具体的 然后这边再进行一下粘贴 然后敲一下回车 然后等待到它的这样一个响应 这里的区块高度目前是在2437 然后这里的高度是在12170 目前的进度是20% 只有这个到100%才可以进行到命车 我们要着重说明一下 只有这个区块高度一致才可以进行命车 不然你现在做的话都是无用功了 然后等待到它这个边 进度是100%的时候 我们再次输入到这一条命令 然后敲下回车 会来到还是这样的一个板块 我们开始去命车到一个3 就是选择到速度3 然后它会让我们输入命车当时的Gas 这个Gas从哪里找呢 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的 目前是2301 那具体的数个比如说我们就输入到2300 然后再敲下回车 它就会自动的进行到命车 前提是你的钱包FB足够充足 你以现在这个价格去打的话 你绝对是拉不回那个成本的 很贵 我只能跟你说很贵 就完全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而且它现在的进度的话是在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是我白天的时候打开的 46.55% 持有的人数是在18,984 这是目前的情况 热度是很高 但是它这个Gas太贵太贵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打 那同样的我分享这个教程 只是告诉你他在Gas太贵上也可以进行到部署 我们常说人要怀就常怀感恩之心 我希望今天这个教程对你来说是真正有用处的 也希望在接下来 如果还有遇到类似于这种命车的环节的话 你可以通过Gas太贵上进行到部署 当然有些问题 有些功课的东西和时间 这是需要我们自己消耗的 因为没办法 我为了出这样一期教程 我也是等待了两天左右 那么在这里还是再次感谢一下那个强哥和那个常卫哥 因为大家是一直都在探讨有关于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另外我相信这个部署的话也会帮助不少观众老爷的话 省掉一笔云服务器的钱 我不奢求求大家对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回报 我只觉得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来说还是比较有收获的 你可以点个赞 你可以在评论中评论一下 你可以尝试一下转发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都可以 这些我都已经足以 就是感谢就不用多说了 这些就已经足以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展开一下具体的一个 这个关于现在热度这么热 然后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到什么样的利益 那么早期玩家发现传播还没有那么火的时候 那个时候只需到300到500的赛次就可以进行打 然后快到11点的时候突然之间 那边区块链多了一个catch20的分来 实际上就是在这里unicide单独为他开辟了一个catch20 这个和那个BRC20的话都已经齐平了 那么彻底就fomo起来了 然后从其实FP的价格常怀价格一直都是在30U左右 那么现在应该是25U左右 然后拉到2000赛次的费率来打的话 其实单张的成本的话就已经接近1U了 这也是为什么要跟你说你现在去打完全就不迟了 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实际上是按照2100万美元的市值 来买相对应的catch的这个代币 你懂吗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用的真金板也就在给它拉市值了 虽然catch20的技术文件相当专业 该差不多页面也比较规整 但实实在在是用了一个OPcatch的技术来驱动ft的协议 不得不承认的话 如果不是对比特币技术有深入研究的个人或者是团队 难以掏出这样水准的东西 那这也是为什么它现在这么火的原因之一 我们来看一篇推文 BRC20和符文的使用者 让大多数Capture的爱好者感到失望 虽然Odinos和明文被广泛认为是优于其他链的nft实现 但实际上BRC20和符文不满足其他链上的ft的协议标准 所以呢 这跳到哪去了 所以呢 原因是因为比特币的共识节点和矿工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符文必须要透过程序事实上的技巧然后绕过限制 欺骗呢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容 在比特币网络上实现 这也是为什么符文的UTXO要切割否则交易都不可能实现的部分来购买 以及无法拥有到AMM和流动性持的原因 如果比特币共识接受了OPCATCH 那其实就不需要再想尽办法去欺骗大家 那么也可以实现到更多 虽然Factual的主网正式上线已经过去两天了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在哪里可以买到FB 这个问题最能直接体现的是9月9号晚上11点突然冒出了一个叫FLUX的新ft的协议 那不知道怎么的老外也注意到咱们这个国人最熟悉的打明文盘 甚至有老外在问FB哪里可以去买 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前我们看一下哪些可以交易到FB的渠道 那么目前可以交易和通知FB的CEX的话 是CoinEX 这个所谓的话是成立于2017年 之前减半时候挖出来的epic sites 就是CoinEX和那个VIA BTC合作进行拍卖的 我在这里先说明一点 就是我的专业知识不是很多 我更建议就是你如果都听到现在了 你不如直接打开这个链接然后自己看一下 因为这个信息真的很有用 它会解答你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关于到那个分性比特币的一些事情 然后同时那个Dotswap上线的比特币和FB的swap 对啊可以链上直接交易FB或者是做FB的流动 目前的话价格应该是25U左右应该是这个价格 那么当前流通的FB有多少 除了空脱以出来的100万枚的FB之外 白皮书当中提到剩余的部分预留的FB 首先生态系统基因库的话是15% 然后转出了6万枚的FB 这6万枚每比1万枚转向了6个地址 和那个分性官宣的6个获得到项目的情况 完全是符合的 所以它没有错假 那6个地址的话只有分性只有一个是动的 然后加上6万枚的话其实也不多 可以当做这部分其实不太流通啊 那这就是具体的一些流向 然后这是10%的社区基地 5%的预售 5%的顾问份额 15%的核心贡献者啊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那没办法 然后就接下来是下一个环节 去挖矿卷很卷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当前分型网络的全网算力是261.604 那这个数字 它究竟就是怎么能体现到卷的 那怎么解释这个数据有多卷 当前比特币全网的算力 你要注意一下比特币全网算力是661 也就是说 其实它的一个分型的全网算力的话 已经持有了40%的比特币的全网算力 粗略的估算一下的话 可以理解更深刻一台 一台蚂蚁的S1 SR1矿机的话算力是200的 200这个数额 官网的售价是5400美元 那目前比特币 目前分型上算力最大的单矿 单挖矿子的话是 这一个 然后他们已经挖出1335块 那也就是说是33375枚的FB 平均一天的话是16687 目前它的总算力是在 哇这个数额很大 这个是在370万 3010 那么在不计算电费成本的前提下 按照这个FB的价格来算 一台S1矿机的话需要是300天才能回本 你想一下5400美金买过来的SR1矿机 需要300天才能回本 并且S21的矿机的算力是200 这个数额不算低 所以通过这个租订算力和持有算力来算的话 基本上是散户的话绝对是血亏 所以它的FSIC的地板价也是一度走低 然后卷的原因的话也是因为下面的大矿池来 跑进来联合进行挖矿 所以真的是卷真的很卷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本期这支影片对你来说 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 请高抬贵手一键三连 同时我更建议你把这一篇文章 真真真真仔仔细细的看一遍 没关系我这边的话已经设置成为共享 所有人知道链接的人都可以进行查看 你可以就真的知道这两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在去打这样的一个Cash20 然后已经它现在已经高居到2290都还有人在参与 你想想这个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OK我们话说的有点多了 那么其实主要内容的话我们已经讲完了 相信大家其实也看到了 主要内容已经讲完了 讲完成之后的话就没有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了 接下来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的环节了 OK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那按这个速度的话明天周五应该我不会更新了 因为明天周五可能有事情 然后也不是可能有事情 就下午有事情 所以我要放置在周六了 那我们就周六再见吧